好,今天是命運版本的技巧 來看一下星光交響樂 點了黑心 I sense a unique and bound rhyme with you Cassandra was right Stella Lower your voice Cass 一聲腿 這都是星座 裡面的一些化身 拉 所以這個背景應該是他們彈的 這就是Cassandra提到那個女孩 I'm the conductor of an orchestra 所以它是教授樂的指揮 我看了新的 My orchestra can create based on the sound of your work Please pay the sound of the power for us 我看一看它活動 我看一看他的活動 他來自行 他來自行 每天三百个 周末是两倍 你搜集完之后 他会有个签到 他每一周就整个 周末是两个 第一周是吉天城的密钥 第二周是选择球 第三周是吉天城的核心宝石 第四周是活动戒指 第五周是密钥选择券 第六周是S钱 第七周 第六周皮肤券 最后一周是MGP 如果是你跳过要花地用券 上三千个 就跟马车也是一样 然后他那个通行券 就是他会有后面一组奖励 就要花地用券 想花两万两千 两万两千五百地用券 就8月2号结束 但是他整个版本是8月17 8月17是吧 他活动结束后还会空破两周出来 而且就是他那个马车 Shining shooting star 现在打坏了 我不是说他是一样的 下一个摩托 看下一个摩托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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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当然收集信心了 这也是马车的 这全绿币的商店 这就比较常规的东西 卷轴、印章、模仿 还有宠物卷轴、火花 还有魔方 17星卷轴 然后就是活动卷轴 还有SS卷 然后太内布里斯跟觉醒卷轴 然后就是 装备箭就卷滚蛋 就比较常规的 关于成长当中用到 还有一些背包、核心 还原器 还有徽章 装饰类 也就是椅子 还有机器人 还有伤害皮肤 还有点装啊 椅子 骑橙 还有伤害皮肤 还有背包 不这样 那平常是差不多 然后就是金币商店 金币商店还是常规的 这些火花 然后皮肤 混沌 还有一些 食品卷轴 还有宠物卷轴 不过它价格比韩服贵很多 活动卷轴 活动的机器人 写的券 阿玛丽说 这个是要打BOSS 明天才开放 行了 它就是因为考虑到 海外服是周三更新 然后其他 就除了韩服 是周四更新 然后BOSS也是周四更新 所以它那个商店 必须要周四开放 那这个探索先看 这儿然后它那个 任务是打 是做任务 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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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儿 做一些打怪啊 还有 以前日常的打猎行为 还有一些是做那些 神秘盒的每日 其实跟on air是完全一样 其实跟on air是完全一样 它只不过没有 它没有每月的任务 然后就是每每周的任务 那其实相当于 它那边大 BOSS那边 那其实这个很简单 那先看到这里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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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